好 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主 主让我们一起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每次到神的面前 我们充满的期待 我们相信 我们要透过上帝的话语更新 你知道所有的事情都跟着我们的思想 跟我们的眼光 如果我们眼睛都只看到 包围我们的敌人 那我们就会像以利沙的仆人说 爱在 如果我们一直只看手机 我们只讲 只有看手机的眼光 没有看盛情的眼光 那一定会害怕的 对不对 回越来越害怕 哎呦又两个确诊 而且现在北部 北部到哪里啊 是哪个北啊 哪个北啊 我们士林是在台北的北区 所以今天来我们要欢喜要快乐 所以牧师会讲笑话 这时候我们更需要欢喜快乐 我们在主的里面 但是我要提真的 我们的眼光 如果我们老一直看着这些包围我们的敌军 我们就会上胆 如果我们看到火车火马 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 我们就会平安 我们就会得胜得胜 就让我们用不同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 当然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我们更需要越来越多的体会上帝的心意 上帝的作为 你知道当你不讲你杀王的时候 你不讲你杀王那时候是通关全世界 所有的眼睛看到是一个强大的帝国 你知道巴比伦大臣 那是世界的奇迹之一 那个城墙啊 光是那个城墙 那么很高大城墙 但是城墙里面可以同时通过好几辆马车 你就知道那个城墙有多宽 那是一个真的伟大的 可以说是滴水不入 最安全最伟大 最富后一个强大的国家 但是弟兄姊妹 人眼睛看到的是这个 可是上帝远远超过 上帝对这个世界有一个计划 所以让尼布加尼杀王做了一个梦 大家知道吗 看到一个大金像 一个像很大 有金头 银胸 然后呢 铜腰 铁腿 半铁半铃等等这些 一直下来 上帝说 你知道吗 神对这个国度 这个世界是有计划的 人只看到现在的巴比伦 觉得他是不可能打败 这个国家是永永远远的 这么强大不可能 但是上帝说 不 金头之后下面会有什么 会有银胸 银胸之后会有铁 铜腰 接着下去 上帝就说 铜铁金头 你是 你现在巴比伦是金头这么厉害 可是接下来 上帝马上说 马代波斯就会取地 就取代你 当伯提沙沙 骄傲的在那里 拿着圣殿的器皿 在饮酒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字 在墙上画字 尼米尼米 上帝数算你的日子 就到今天 当晚 当晚 马代波斯就凑过 很奇妙 反正不管如何 当晚 伯提沙沙就被杀了 巴比伦帝国就结束了 巴比伦帝国就结束 你就知道 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 世界的局势 正照着上帝的计划 而在那里进行 最后有一块 被人所找出来的大石头 砸在这个大象的一个脚上面 然后这个象就倒了 就粉碎 然后这个石头就充满天下 上帝的国要充满天下 所以弟兄姊妹 基督徒对我们来讲 这世界我们眼睛只看到现在 但是这世界正照着上帝的计划 正在进行 有一天 启示录说 这世上的国要成为 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 所以弟兄姊妹 我要回头讲 在这个疫情的里面 我们感受的什么 我们看到什么 当然我们会看到 我们个人的安全 我们要防疫 我们看到这世界 每一天确诊人数 到上上下下 各国又怎么样了 等等这些 这些我们当然都要了解 我们也看到 整个经济受到很大的震撼 整个经济受到很大的震撼 那么等等这些都要 可是基督徒呢 我们还有一个更高的属灵的眼光 我们一起来看 主你在这个世代要做什么 那今天牧师就跟大家分享 这一个两个 第一个 你们要知道 按照时候看到 主来的日子近了 末世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末世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昨天我在跟学生讲 在我四十五十岁以前 我从来没有经验 五十年没有经验过 所谓的疫情 从来没有 五十年没有 我第一次是 我们上次是SARS2003 十几年后这一次 有来新冠的肺炎 我五十年没有 我跟学生讲 你们现在才十几岁 你们就开始进入 你知道 那个节奏越来越快 那个越来越密集 以前我们读 耶稣来的日子 这里说到末后的日子 讲到什么 讲到国要攻打 国民要攻打 多处必有饥荒 地震 天象要改变 等等这些 然后会有饥荒 甚至有蝗灾 那时候我们觉得 好遥远 我们觉得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是什么时代了 哪来什么瘟疫 以前我们没有瘟疫的观 原来 哇真的有瘟疫 原来瘟疫是这么的可怕 现代医药这么的巴达 但是瘟疫 很少世界里面 所有的人 现在有没有蝗灾 哇我以前没有知道 这一次我才真的知道 哇真的有蝗虫 我说蝗虫怕什么 蝗现在的人 现在什么时代 还怕蝗虫 哇这个蝗虫很可怕 现在我才知道 那个照片照起来 哇满天 这个是好像 以遮蔽了一样 你知道这次蝗灾 有多少蝗虫 你知道吗 四千亿只 那也不是四千万的 吓死人 我说怎么会 怎么可能 怎么会那么多难怪 会吓人 所以他一下 一次蝗虫 一天可以飞 一百五十公里 你知道所以他 一下来一下来 那个整个 都一扫 里面的意思 所以呢 我们就看到 第一个基督徒 我们一定要明白 神的日子近了 基督徒一定要 所以请弟兄姊妹 一定要预备 当然我们感谢主 对基督徒来讲 是最坏的时代 也是什么 最好的时代 末后的时代 魔鬼会气愤 因为他的日子 知道自己不多了 会气愤愤愤的 下到地上来 而另外一方面 上帝告诉我们 末世会有大复兴 上帝的国会 大有能力的彰显在这边 所以我们感谢主 作为上帝的儿女 一方面会有 最坏的时代 一方面我们却会有 最好的时代 最繁荣的时代 最兴盛的时代 最强大的时代 弟兄姊妹 你是在最坏的时代那边 还是在最好的时代那边 感谢主 我们在最好的时代 只要你有上帝 你知道以色列人 出埃及的时候 上帝用实灾 震动整个埃及 大帝国 埃及也是一样 你知道吗 震动上帝 正在震动这个世界 让他的儿女 能够被释放出来 请听好来 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圣经讲了一句话 神对摩西讲说 你去告诉法老 容我的百姓去 好在这山上释放我 有一个牧师 当我们几位牧师在那里 一起聚集开会 看整个的情况 我们一起来讨论 看人的时候 有一个牧师就讲 他说 上帝的心意 透过这个 法老这个灾 你知道吗 神说容我的百姓去 过去神的百姓 被埃及捆锁在那边 被埃及捆绑在那边 两百年 奴隶的结构 因为整个的结构 让他们两百年 三百年 脱离不了这个结构 如果这个结构 不震动 不改变 他们会继续做奴隶 继续做奴隶 可是上帝 透过十灾 这十灾里面 这十灾里面 有瘟疫 有蝗虫 有许多能力 你知道吗 上帝透过十灾 松动现在的 一种结构 松动现在的 一种的组织 好让 把他的百姓 从那个结构里面 释放出来 能够进入 他们的命定 听懂吗 有种子美 所以面对这个灾 我从属灵来看 我是充满的喜乐 我相信我们华人 有一个上帝荣耀的命定 我们华人十三亿人 神绝对不会突然偶然 把我们创造这么多 这么多人 而且华人很聪明 华人只有全世界 最厉害的华人 到哪里都有华人 哪一把剪刀 哪一把菜刀 走遍天下 哪里都有 都能够去 没有世界 没有华人的地方 世界不落国 真的日不落国 真的华人才是真的日不落国 到哪里都有 到哪里 华人真的是有一个命定 有一个特别 但是如同法老一样 把我们关锁在那个地方 把我们捆在那里 让我们华人里面 失去了上帝面 上帝说 我要得回我的百姓 弟兄姊妹 华人的时代到了 上帝要回复 但是不是用人的方法 不是用人 当用人的方法 只有带入毁灭的里面 带入世界的逼迫和对立的里面 不 华人要成为世界的祝福 华人很聪明 也很努力 很奋斗 很努力 所以你知道吗 从有华人 魔鬼要夺取华人的命定 所以很奇怪 我们华人 怎么会叫做龙的传人呢 圣经说龙是鬼 撒旦 很精神 但是我们竟然 魔鬼说他要躲去 神说我要得回我的百姓 我要释放我的百姓 好让他进入他的命定的里面 无论是哪一方面 我相信弟兄姊妹请听好来 神有的办法 神会透过各样方式 但是是祝福华人 祝福中国 过去哪有人 哪一个基督徒 可以在中国大陆 在街上传福音的 没有 只有肺炎这段时间 他们可以在大陆街上传福音 没有人拦阻 没有人禁止 没有人禁止 而且我相信 这段时间 我相信武汉 可能教会会有一个 极大的翻转 当所有的人都自保 自活 自挨自愿 怎么有一群人 竟然上街传福音 而且把口罩 大家就口罩强死 都是命一样宝贝的 怎么还有人愿意 送人家口罩的呢 基督徒 无论在政府单位 无论在民间 大家对基督徒的观感 会完全一改而空 原来基督徒才是 真正的在震动的时候 这一群人显出的高贵情操 显出的那个美 显出的那个爱 显出的那个明亮 基督徒才是我们中国政府 中国大陆 华人的祝福 他不是我们的拦阻 我相信神正在震动 神要改变 让华人的命定 抓回来 神要带领这些华人进入 有一天华人 要成为世界的祝福 台湾要成为亚洲的门户 台湾要把中国大陆 拖出来祝福全世界 这是我们的命定 所以弟兄姊妹 面对这个 我们不是只有地上的眼光 看到这些疫情 我们相信 主啊 我们感谢祢 我们的时代来了 我们不是带给别人恐惧 我们是不是带给别人冲突 我们是带给别人祝福 我们相信有一天 我们华人走到世界 别人真的会拥抱我们 会很厉害 就像犹太人一样 现在犹太人 上帝让他超乎天下外面 所有的人都拥抱犹太人 世界百强 一百强的大公司 没有不在以色列 设立研巴中心的 没有以色列科技的 也连结 这个你很快就会被 奥特 会被淘汰 会落伍 以色列因为有上帝 成为世界欢迎的人 我相信华人 也会成为世界的祝福 人人会真正的尊敬 说这里有一个伟大的民族 让我们一起来 我们台湾这么小 我们更需要上帝的怜悯 我们台湾更经不起 一点点的风吹草动 武汉一封城是多少人口 一千一百万 我们台湾才两千三百万 等于关了台湾一半的人口 所以你知道吗 很可怕 所以我们真的是 感谢主 我们基督徒 第一个我们知道 末后的时候真的到了 我们也越来脚步 所以地方怎么样 你一定要预备 将来的世代一定变动 越来越大 黑天鹅事件会越来越多 以前黑天鹅叫做 为什么叫黑天鹅 是意外出现的叫做黑天鹅 但是一只黑天鹅飞出来 就打乱了整个的金融次序 从此之后 不是偶尔出现黑天鹅 是黑天鹅变成常态黑天鹅 没有黑天鹅才是不正常 因为末后的时候 但是感谢主我已经讲过 当神用十灾 释放他的百姓的时候 感谢主 在埃及人那里有十灾 但在神的百姓那里 都没有一灾 一灾都没有 而反而 以色列人 透过上帝带着命定 一天一天越强大 越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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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上帝 末后的时代 进入上帝的命定 没有人能够挡住上帝的手 现在神的世界的震动的脚步 越来越快 才几个月 整个世界已经都变了 都变了 才一个月了 所以求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基督徒 除了我们看到这些以外 让我们也能够明白 神在这末后所做的 而我们是华人 我们深深的感恩 主啊 你爱我们 你爱我们 你不会让我们永远对立 你不会让我们永远 在一种拉扯的里面 你要赐福华人 华人要成为你完成的命定 不管哪一个政权 你是金头也好 你是英雄也好 你是同妖也好 那一块石头 上帝那里有一块大石头 会下来 世界的政权都要过去 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 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 那接着下来 实物上面有几个心态 希望大家一起来学习 第一个 我们要有得胜的心态 我们不要有幸存者的心态 一个受害的心态 对我们的 我们不是只求平安 基督徒啊 你的 不是 哎呀 保平安 没事就好 平安 不是这样 我们要有得胜 不但是保平安 而且我们是得胜而有余 主啊 走过这一招 我里面是得胜的 这里说 然后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事上 我们已经得胜 在这一切的事上 弟兄姊妹 我们是靠主 我们不是靠我们很厉害 不是靠我们的预备 哎 我很厉害 我已经预备了口罩了 我已经预备五十个了 我有先知 我早就买了五十个 拜托 疫情再过三个月 你五十个够用吗 你要买五百个 买一百个 在三个月你怎么样 再拖三个月你能够购买 不是你能够靠 主啊 我感谢你 我就是只有五个口罩 但是靠你 主啊 那个口罩就是不会坏 也不会臭 就是什么 上帝也可以行神机 以色列人在埃及 出埃及四十年 衣服没破 对不对 鞋子没穿坏 上帝就是让你的口罩 很管用 我不是这样讲 你不要误会我 我只是打个比方 我意思是 当然有口罩最好 真的万一没有口罩 主啊 我是靠你 上帝有属灵的口罩 上帝站在那边 天使挡着什么飞沫 什么也传不过来 上帝说千人扑倒在里面 优越万人扑倒 这再也必不临到你 所以对基督徒来讲 我不会去试探神说 我就是不戴口罩 我就是不戴口罩 故意不戴口罩 我就是不洗手 病毒来吧 来 我不会这样子的 基督徒不会做这个事情 我都该做的 我都做了 主啊 但是主啊 我真正的平安在哪里 在你哪里 对不对 说真的你防得来吗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去哪里走路 哪里知道那个是 浙江的什么台商 兜兜他都没有发病 我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会碰到他 说真的 这不是你能够安排的 这也不是你防得来 政府能够努力做 所以呢 我们做了我们就安心 就喜乐在主的面前 所以你知道吗 当然我们要留意 有一个地方说 我有想 这个牧师不能感染 我若一个感染 我一确诊 整个办公室都关掉了 我们教会怎么办 礼拜天 上帝你来讲道 我很重要 我不能感染 所以我不能 小心 口罩 洗手 我们同工很保护 我的办公室进来 都会有放一罐酒精 在那边 就请消毒 可是进来的 都没有人消毒的 可恶了 你们都会感染 我意思 对我 对我 那还有 天天都惶惶不安 可是感谢主 我跟师母就是很平安 虽然我知道 如果我感染的话 问题太多了 我们的教会 几千个人都还来聚会 我一感染 你们通通都要休息十四天 那事情大条呢 可是我不能 惶惶不安 这里不能去 那个不能去了 这里不能 洗手 洗手 这样怎么活呢 这样子 主人怎么 今天站在这边 大家都听到 牧师很紧张 很紧张 你们有没有洗手 今天有没有人 有发烧 有没有发烧 那个凉进来的 体温器 准不准确 这样能活吗 不能活了 而且要是把害怕 在里面 我是得胜而有余 主路不许可 我连一根头发 都不会掉下来 我不是幸存而过 我是得胜 在这里面 随地公子妹 我讲过了 这段时间 不是让我们消极 我们里面 我告诉这段时间 我的工作效率特别好 你知道吗 从来没有过 我一天就把28集的 心灵密 到哪三月 已经录完了 一天 很厉害 工作效率更好 对不对 因为也没有别的事 可以做了 对不对 真的我们不要被打败 我们要得失 我们说这段时间 好可怕 今天我们更积极 更奋劲 我拥抱 所以第二点 我们说什么 我们要拥抱 机会 你知道吗 对我们来讲 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弟兄姊妹 不要错过了 神啊 我看不到 求你给我 牧师说机会 我怎么看不见 你要说主啊 提升我 给我看 拥抱机会 对基督徒来讲 危机就是机会 圣经里面没有时间了 我告诉你 圣经里面 每一个危机 都是我们的机会 没有哥利亚 大卫可能一辈子都是牧羊 就是因为有了哥利亚 他突然变成了 有机会变成王 做王 对约瑟来讲 如果没有卖到埃及 他不可能做埃及的宰相 所以对基督徒来讲 从来没有危机的 有了上帝 危机都是我们的机会 因为有上帝 你知道我们基督徒 因为有上帝神做事 我们一个弟兄分享 他在台湾 一个很大的 很不错的公司 可是台湾的公司 再怎么样 在世界上来讲 比起大陆那些厂 还是算是小的 所以我们弟兄 有一个世界级的客户 他五年怎么都打不进去 五年怎么 当中有没有人 你有一个很重要的客户 或是很有重要的一个目标 很重要的一个对象 你怎么样都打不进去 今天是你的机会 上帝会透过一个翻转 会把你带进去的 我们弟兄讲 过去五年 他怎么样都打不进去 可是上帝透过这次的疫情 他们到欧洲去参展 以前去 我们台湾有台湾的参展区 就是一小块 台湾就这么大 大陆去的是 一大块 人家的厂都是很大的厂 人家的生产线 都是多少条多少条的 我们怎么能跟人家比呢 所以世界真正的大厂 大厂科 都是去找他们 可是这一次去 他就偷偷地跑到 中国那一区去看 没半个人 通通都跑到台湾区里面 台湾这一区 热闹得不得了 他期待了五年 怎么都打不进去 那个客户 他们的一个高干 高官 高管 真的就走向他的摊位 自动跑来摊位 跟他联系上 而且请他 跟他供应某些东西 报价等等这些 感谢主 弟和姊妹 上帝真为你做 你做不到的事情 透过这 就是我们的机会来了 没有深圳 在打破某些结构 因为照原来的结构 你永远不会有机会 因为原来的结构 所以你知道吗 神常常透过一些危机 重新洗牌 而且重新打破 松动某些结构 让你能够脱颖而出 我们当中 你要向神祷告 主啊 让我这刻能够升级 每一个人 你要升一级 上帝啊 带领我的珍惜 求你给我 所以你要向神祷告 主啊 给我智慧 反正现在疫情 别的地方也不好去 电影院也不能去 卡拉OK也不能唱 那个中国有一篇文章 一个视频出来 安静的中国 透过疫情 把中国人 从饭桌 排桌 酒桌 赶回家里面 大家都回家吃晚餐 现在不用广告 爸爸回家吃晚餐 每一个爸爸都回家吃晚餐 你知道吗 所以上帝有的是办法 这些男人很坏 上帝说 现在乖乖的回家 通通回家 每一个人都回家 所以男人 还是最好 多听上帝的话 不然上帝 等一下给你一个病毒 让你乖乖回家 对啊 你们那么爱上排桌 那么爱上酒桌 饭桌的 进不下来 你知道吗 上帝强迫你 进下来 强迫你 所以我们就回来 所有我们都回来 感谢主 所以神 弟兄姊妹 让我们回答 让我们里面说 主啊 就是我们的机会 是我们的机会 接着下来说 荒年撒种 违纪录 这个表示一个积极的态度 别人在恐惧 别人觉得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 我们就要去拥抱这个机会 有一篇文章我看到 你可以盘点既有的资源 你能够强化教育训练 投入新的技术 研发新的商品 维系旧的客户 只是给大家参考 所以主啊 让我不是在这里 我们等着不知道怎么办 待着害怕 上帝给我智慧 在我的产业 在我的人生里面 我去规划 有哪一些是弱的 有的时候我需要蹲下来 对不对 机关枪扫射过来的时候 你最好的对策是什么 就趴下去嘛 你干嘛硬顶呢 对不对 研究很多怎么挡子弹 我这段时间就是趴下去 趴下去不是死 我趴下去 我会东山再起 我蹲下去 我把我所有的弱点 正好这个时候 整修门面 对不对 我现在既然没有生意了 我就先关门 我整修门面 等到可以做生意的时候 我打开来 我是全新的门面 我就预备好了 然后重点就是 一个积极的态度 求神给你 无论是你个人 或经商 或任何一个领域的里面 主啊 让我给我 不要错过了 你给我的一个好的机会 神谢谢你 带领了 第三个就是要什么 要祷告 第三个要祷告 那么祷告就是连结与天 有很多的智慧启示 看见眼光都是从上帝而来 神啊 求你给我祷告的灵 这一刻的里面 反正排桌也不能上了 酒桌也不能去了 饭桌也没有去了 现在应酬都少很多了 所以感谢主 所以我们以后 每一天晚上都会安排聚会 所以我们因为 反正这些都没有办法做了 现在反正 所以呢 再加多花点时间 祷告 祷告 从神领受 你会更多的蒙福 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要为中国的平安 和战胜困难 你知道这是犹太人 他们在哭抢 为祷告 你知道这一刻他们里面 这是整个的 那么密密麻麻的 他们在祷告的当中 有拉比 用中文来祷告 为中国求平安 弟兄姊妹 我们特别 我们台湾 我们更是基督徒 我们更要为对岸求平安 我们要有眼光 你要知道 我们乃是连在一起 神保 我们的命定 是连在一起的 我们要祝福他们 弟兄姊妹 对岸不好 我们这边会不会好 不会好 有事之后 都知道不会好的 对岸不好 因为我们两边 联动太厉害 太密 所有的世界 我们这个是一个供应链 供应链 我们一个弟兄讲 他说我们现在 世界分工是这样 美国最大的公司 向我下订单 我很高兴 现在我又有很多订单 他也有产品 可是你知道 他等于是当中的 一个零件的一部分 整个成品最真的一部分 他很高兴有 可是他生产的东西 要送到哪里去 组装起来 送到中国大陆 他说我现在很多订单 满手订单 可是怎么样 我送不出去 有用吗 没有用 没有用 因为送不到那边组装 现在是这样 我们有个姐妹 他们的公司 在管 在广州 才八十个人 小公司 这种八十个人 在当务道太多了 你知道 就只是八十个公司 为了要让他们复工 哇 紧急他们总公司在美国 去买好多 用高架抢口罩 去抢额温抢 能够赶快 能够寄到中国 好让他们能够复工 因为中国要求 你要复工的话 要有很多条件 每一个工人都要口罩 每一天要怎么样 怎么样 一堆的 我怎么样能够 他们好让 只是八十个人 如果没有开工 不能复工 就对他们 有这么大的影响 你就知道 我们台湾有多少连结 有多少的工厂 不能够开工 对台湾有多大的影响 印度有一个厂 是世界的最大的药厂 制造厂 都在印度 印度很厉害 他们做制药的 美国也是这样 世界最尖端的大药厂 研发都是美国 他们然后把生产交给印度 印度 那天我看到这个新闻 他说印度上 他们的库存备料 只剩下一个月 他说一个月之后 如果再不备料 再不这个再进来 那么他们就没有原料了 就不能生产 所以你知道吗 现在大家抢口罩还好 世界所谓心脏的药 糖尿病的药 高血压的药 很多都是在印度生产的 你今天在台湾 买得到的药可能就是印度生产 我所以请大家小心 如果这个疫情没有改善 现在大家抢口罩 等五月你会抢什么 你会抢心脏的药 抢高血压的药 你会抢糖尿病的药 因为生产在印度 原料在哪里来了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的原料 根本就进不着 初步来到他那边去 你再下来 所有的药 马上涨价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五十 你一下通通抢 所以你知道吗 这是很可怕 我们一定要祷告 求主恩待 让两边能够平安 能够以求主联名 再下来对台湾的震动太厉害了 我们楼下有一个做导游的 他是做日本线 他说二月还有以前的 剩下百分之二十的客人 可是他说下个月就零 他说上次SARS 七个月没有生意 没有收入 如果我们有一个弟兄姐妹 家七个月没有收入 那是多大的可怕 华航 因为这个是所有本来要新进的 已经招募好了 要来报到的新的员工 统统暂停 维风广场 百分之三十lay off 马上看看 现在很多五星级饭店的 晚上的buffet 自助餐都暂停 高雄有一家很著名的餐厅 他结束营业 说什么时候要不要再营业 他说再看看 你知道吗 再下去死 如果整个没有改变 我们接着下来 现在一月二月三月 我们还不感受 因为我们都还在吃老本 过去的还在弄 可是四月五月六月 这些都会显出来 这没有显出来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为这祷告 我们相信对基督徒来讲 我们有不同的眼光 第一个 我们相信主 你会格外保守我们华人 保守我们基督徒 会保守我们基督徒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 变动里面 最黑暗的时代 我们却是站在 最好的时代那一边 这世界有十大灾 在埃及有十大灾 但是在神的儿女 犹太人 那以色列那边 却一灾都没有 每一个世界的震动 都要把神的儿女 带进祂的命定的里面 所以对基督来讲说 主啊带领我们 越走越明亮 但是我们要遵行的话 我们走在祢的路上 我们要祷告 主啊 愿祢的旨意成就 然后祢来瓦解这个世界 震动这个世界的时候 让我不是被震掉的那一群 主啊 我们乃是被脱颖而出的 往上的那一群 求主来帮助我们 提升我们 带领我们一起的往上 愿上帝保守 让我们这三个里面 让我们一起能够认识主 能够认识 好 所以这三个 第一个 我们要得胜的心态 第二呢 我们要说 我们要拥抱机会 主啊 那是祢给我们的机会 第三个 你一定要透过祷告 因为这完全是操懒的 完全是操懒的 但你越祷告 你就越有力量 你就越有智慧 你就不会 越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好了 那么 今天呢 我要讲的是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那请听我讲 今天是不讲了 今天已经 没有听我讲 约翰 我们这个月 都是跟着教会灵修进度 那么 第一个礼拜 牧师讲了 约翰福音第九章 讲他生来是瞎眼的 对不对 然后师母讲了 玛利亚 高耶稣 高耶稣 然后呢 吴县章老师讲的是什么 迟到的耶稣 讲到拉撒路那一段 那么今天呢 原来我们是应该要看 约翰福音十五章 多结果 那这段经文是非常的精彩 所以呢 牧师接着下去 我们会要用三个礼拜 再用三个礼拜 来讲这段的圣经 所以今天没有讲 没关系 我们还有三个礼拜 我们会来好好的来看这段的圣经 那下个礼拜 原来是 下个礼拜是周牧师 原来 为什么你说 牧师怎么会跳过去呢 那你要知道 原来安排 这个时候是我们的 以色列短宣队 所以原来下个礼拜天 我是在以色列的 那因为疫情呢 所以那边悲击不通 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是跟大家在一起崇拜 那下个礼拜 所以我们感谢主 那是下下礼拜连续 三月的后面三个礼拜 我们只会把这一段的圣经 很宝贵 非常宝贵的这一段的圣经 那我们就 好好我们预备 我们的心 领受上帝的话语 好 我们一起站起来 好不好 让我们来 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不好 为我们自己祷告 刚才针对的几个 我们讲的说 我们要有得神的心态 我们自己要拥抱机会 我们跟神说 主啊 帮助我们这段时间 更多回到属灵的里面 更多的灵到里面 主啊 让我不是被淘汰 让我能够进入 祢为我的命定的里面 主啊 进入祢为我们华人 进入的一个跟谁走进 祢就必领受 我们同生开口 我们一起来祷告 哦 主耶稣 我们赞美祢 赞美祢 靠着上帝的恩典 主耶稣 祢会为我们来预备 哦 主耶稣 我们谢谢我们的主 谢谢我们的上帝 主耶稣 一切都在主祢手里 主啊 我们大大的来感谢祢 主啊 我们大大的来感谢祢 主 祢会祈福我们 祢会祝福我们 哦 主啊 每一个都在祢的里面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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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转我们的心 转我们的灵 让我们越过越临受 我们越过越丰富 恩待我们每一位 主啊 我们相信祢 这是我们的时代 主啊 这是祢祝福我们华人的时代 祢不是事 祢像我们所怀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主啊 祢会把我们带进祢 主啊 有一些需要 需要怎么样 祢带领我们 我们欢喜快乐的在祢的面前 我们感谢祢 阿们 主啊 我们感谢祢 祢纪念 每一位今天来到祢的面前 主啊 祢知道在这一块情况 我们来敬拜祢 祢知道我们的心 我们渴望祢 我们把我们的遭遇投入祢 相信祢 依靠祢 所以主啊 祢说那艰辛依赖祢的 祢必保守祂十分平安 主啊 祢才是我们最大的平安 主 谢谢祢 所以我求祢看顾 主啊 每一位我们出我们的路 祢都保守我们平安 主啊 我们不但平安 我们还要得胜而有余 主啊 我们不只是幸存 我们不是平安无事 主啊 我们还是拥抱祢 给我们的机会 主啊 我们这个人要提升 我们的眼光要提升 我们属灵的看见要提升 好让我们看见 我们的人生的美好的未来 祝福的儿女 带领我们进入祢的命定 和心意的里面 主啊 谢谢祢帮助我们 在再来的日子的里面 主啊 我们更多的在家里 带领我们家人一起来祷告 带领我们的妻子儿女 一起来到祢的面前 让我们为自己祷告 为台湾祷告 为我们政府祷告 我们也为中国大陆来祷告 为世界的局势来祷告 为祢的末世的命定来祷告 相信祢祝福我们 提升我们 相信走过这个2020 是我们的祝福 2020我们都要提升 2020我们要更大的扩张和丰盛 谢谢我们的主 但愿我主耶稣祝的恩贵 天部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感动 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至到永远 一起说 阿们 来 一首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上帝 赤坡们也因为我们散会上帝